中华民国113年1月1号星期一 我们刚才听的是周杰伦的圣诞星 好今天是我们中华民国开国113年的首日 1月1号星期一这么重要的日子 三一连线 所以呢我们今天要请到的是我们的 头号重量级第一特别来宾 也是我们奇奇代代 真的叫做已经真的期盼了一千多个日子的 重量级的风华绝代 柔柔妈妈李妈 因为大家都叫你柔妈对不对 很多人都很自从你三年 应该算是两年前吧 两年前来上过一次我们的节目 然后就你就闭关了 你就去自我修行了 所以呢大家就非常非常的想请你再回来 那我们总是不能够乱选日子啊 我们要特别有意义的日子啊 所以我们只能在这种重量级的开国的第一天啊 生日第一天 所以我们就请到我们的黎妈来 黎妈那个先跟自我介绍一下 有些人不知道你是谁啊 对啊 我怎么介绍我自己啊 你当然就要讲说这是我们本节目 教主之母 是吗 还是你随便讲一讲 好 黎妈呢就是我们的人来风 教主 柔的妈妈 所以我都叫她黎妈 但是呢熟悉柔的人呢都知道以前呢 我们有些单元黎妈也会参加 所以都叫她柔妈 对不对 好 柔妈今天要来跟我们分享什么事情呢 因为之前呢 在疫情的中间稍微和缓的时候 就狮子王之前 大家可能已经忘记狮子王的故事了 黎妈来过 然后有分享过你的养生 对不对 后来你又长达多久啊 你要从狮子跑出来之后 开始跟我们聊了 那我也不记得了 反正我有一年整整 整整一年没有出门就是了 哇 整整耶 大概是 不止一年 去年的三月到今年的三月 就是一百 应该是不是 不是一百一十 我们还不习惯一百一十三 你是从一百一十 一百一十一年的三月 到一百一十二年的三月 多 整整 对不对 没有出门 所谓的 通常我们会讲说 我们自己自我管理 对不对 可是通常那种自我管理 可能你还是会出门 对不对 你可能还会出门 但你妈是门都不出 大门不出 对 大门不出 就是卧室门 出卧室门 客厅门没有出哦 没有 对 没有 真的叫做 大门不出 二门不卖 也没下楼到 也没坐电梯下楼啊 连电梯门都没有 所以我们一定要来讨论一下 就是说这个门都没有的 这个一年 你妈做了什么事情 而且还是这样子 风采 依旧 然后很多人都很怕 就是一个人 对不对 你说一个月两个月还可以 你是一年 对 真的是 就这么过了一年 一定要愿闻其想 因为我真的听得津津有味 但这中间 我有去骚扰你妈好几次 就是了 因为你妈煮的菜太好吃了 我想 我想我就是 可能天生比较窄一点吧 就是这样 没有 你本来也不是那么窄的 我 被训练的 也不是 就是说我 我是因为不小心 这个 嫁给了 李明柔的爸爸嘛 所以我就变成 没有那么窄在那一段时间 对 但是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我就是蛮窄的 可是很多人窄哦 他可能可以窄一两个月 两个月差不多就觉得说 嗯可以了 后来就好像有些人 他会觉得说 我还是要出去走一走 就是我可以待独处 没有问题 可是我没办法一年 不是 那当然也 一年多 当然疫情有关系了 对不对 那么还有就是说 事实上我的家里 也这时间不够用 时间不够用了 好 我们今天这个 接下来这五段 对不对 我们就要听黎妈开始好了 我们先讲好了 你是因为不想被感染嘛 对不对 那应该先介绍 隆重介绍 除了今年是元旦首日以外 黎妈可能是就是说 医学中线也要研究 他是没有被感染过 没有确诊 纯血人 敲敲木头到现在 到现在哦 其实也没有感冒 没有 没有感冒 对 所以说其实自我保护 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因为尽量 因为如果万一感冒了 或者有任何情况的话 对啊 那疫情的时候 像黎明柔也不方便回来嘛 说到他没回来 你要想 我们多久 那个时候 整整几年 大概有三年 三年耶 有三年没有回来 真的啊 三年的时间 哇真的是 三年时间 他是在香港 不能回来嘛 是啊是啊 整整三年 不方便回来 也不能说完全不能 因为你回来很麻烦 要隔离 要隔离 对非常麻烦 所以我们后来觉得说 好这这个中间呢 因为包括你的食 对不对 吃的东西 你还要自己要洗衣服 对不对 就是所有事情 都我自己要做了 到自己来了 开始咯 我们就从今天开始好了 一年中间 你要东西吃不腻 这个就是一个 很大的学问了 也不是 也可能因为我 不是个很会烧菜的人嘛 没有你很会烧菜 我不尝到你家吃 没有 所以我就是 我等于是 好像等于在吃原味一样的 原食 就是说食物的原食 原食对 你妈不吃加工 比较少吃吧 加工品 加工品比较少一点 比较少 比较少一点 真的是中华民国 最守卫就是说 没有感染的 其实很多啦 但是我觉得你太厉害 是你不但是闭关 然后你还完全的是 自理 自理 食衣住行 要自理这件事情 还有 我们刚才讲到食物嘛 对不对 好 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是 柔妈 那你很多人好奇 就是你之前有讲过一套 就是从你早上开始 对不对 可是现在你还增加了 就是你的午餐晚餐 你有每天有固定吃三餐吗 有没有固定 其实我这一年也瘦了一些 因为就是有的时候就吃两餐半 2.5 2.5 睡得晚一点 那么起得也晚一点 你可以讲大概 就因为很多人很怕 就是说他如果不规律 会不会很沮丧 就是我没有做到早睡早起啊 这件事情啊 我想到了 你会给大家一个信心 我想到了我们这个年纪 不要太在意这个了 我们只要每天能够 能够吃得下 睡得着 然后啊 能够自己能够自理 就已经很不错了 对不对 几点睡无所谓了 无所谓 而且我前一阵在这个网络上 看到一篇 他就说 如果你到一个什么年纪的时候 其实你不要太在意 说你一定要几点钟睡 几点钟起 他说你就反正你 爱想睡的时候就去睡 想起来就起 就这样 我看了之后 我真是深得我心啊 就觉得 对啊 我是一直都是这样子的 就是了 我知道你也睡得不早的 我是晚睡人 晚起人 可是李妈 这又讲到了 因为你其实之前有讲到说 最好 好不管怎么讲 吃几餐不重要 而是你很重要的那个第一餐 你说比较好 就是说中午 对不对 十二点 能够的话是十二点前吃掉 是不是 对 因为我早上通常都吃地瓜嘛 好 来了 李妈 李妈 再来一次 很多人太想听你这个地瓜餐 养生之道了 对 那所以我就 就是最好是十二点以前 我的老师跟我讲 最好十二点以前吃掉 但是我现在也常常有的时候到一点还在吃 对 就慢慢吃了 但是 但是早一点吃比较好 因为那个时候我刚刚 生病 出院以后 那我知道了这个方法以后呢 我是早上大概六点 还是六点半 我忘记了 就是烙钟把我叫起来吃早饭 逼的 逼的 我就是因为那个时候 刚刚生完病嘛 所以我就 必须努力一点 不能像现在这么 所以我就 那是十几年前 就真的每天就是六点半 一定把我叫起来吃早饭 这样子 那吃了有的时候 比如说到中午以前 可能再饿的时候 再吃一次同样的东西 就是你可以选中间一两样 同样东西吃 就是这样子 是 好 那李妈 那个内容物 其实你大部分都没有改 基本上就是 基本盘是什么 基本盘是一样 就是二酥 两个蔬菜嘛 二酥一果 一种水果 地瓜 地瓜 一瓜 然后再加上干饭 干饭 白饭 白饭 对 因为我是肠子的问题 所以我也不吃那个 糙米这种 对糙米的那个纤维粗 太粗了 对 所以不好消化 都是吃白饭 对 所以白饭是好物哦 好物 白饭可不是 对 因为有很多人都觉得 白饭可能不是好物 对 或者不能吃太多 对 但是我发现我吃了这个早饭之后 感觉很不错 神清气爽啊 神清很不错 对啊 还是风华绝代啊 也没有 因为还有一个简单 因为你不需要去想你每天早上要吃什么东西 就固定 固定 不然你每天早上就是会乱吃了 一下要吃烧饼又调 一下又想去吃馄饨 一下又想吃什么 对不对 因为我知道黎妈吃这个餐应该坚持了有二十年了 不止了 不止了 二十几年 那但是你知道一般人能够吃个一两年已经算是奇葩了 那黎妈坚持了二十几年只能说是有特异功能了 就是这个 也不是我想 这个是固定的 这一定 这是固定的 但是我想很重要一点就是比如像吃地瓜 有很多人说哎呀那吃不下去了 对 我说你其实不要每天一定要吃一大条或者怎么样 就是你吃你觉得你舒服的感觉的 一小段就可以 对可是你就是最好就是每天吃 就是说不要不要间断 你知道就是等于像你做运动一样吧 是 对你情愿每天跑十分钟 不要一天跑一个钟头 然后一个月不跑再然后再跑 对啊你不能说一次吃三条啊 对啊 其实就是你你没有坚持说你一定要多大小的地瓜 没有对就是看你的胃口 那黎妈是吃的是买的地瓜解冻 台湾 我开始 几号忘记了 我开始的时候呢 很甜的那个地瓜 我开始的时候当然就说也很努力了 就说自己洗 自己刷 刷完自己蒸 自己蒸然后吃啊 当然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要连皮吃嘛 对连皮哦 那现在也懒了就是去买那个县城烤好的 它很好吃 台湾烤好的 因为现在也有很多 那个超市里面也有 有一盒一盒的 一盒一包的都有 都可以 然后你就是 它是冷冻 然后你就是解冻对不对 我就把它解冻了以后 要蒸吗 解冻后要蒸吗 你可以蒸也可以烤都行吗 看它是怎么弄的 吃热的对不对 你是吃热的 其实吃这个就是普通的温度也可以 就是不要吃冰的就好了 不要吃冰的 你把它放 对你喜欢吃有点微热就微热嘛 就微热 不需要很烫嘛 是是就是反正就是说你不要吃冰的对不对 然后那个地瓜你要吃到蒸的烤的都可以 对 可是没有坚持说你一定要吃几寸长的 没有没有没有 不用 像我是因为喜欢吃那个黄色的新的 黄肉的吗 我比较喜欢 那还有红肉的 红肉像我现在最近就是好像红肉的比较多一点 对对对对 但是我知道你家都有黄肉的 好地瓜还有待会我要回来讲二书 一果一瓜 还有一饭 好我们光讲这个很重要是因为我觉得 黎妈自己把自己在这闭关期间养得非常好 我们才一餐已经讲了两段了 我们还有两餐了 对就三餐其实是非常重要 吃的舒服啊 心情就好了 你的菜实在是 因为这一年多闭关日子 他厨艺经济呢 已经快要变成大厨了 那刚才讲到二书 那再讲清楚一点 那个二书是指的是青菜吗 生菜吗 就是能够 我尽量是就是吃那个能够生吃的嘛 可是你的生菜不一般 我的生菜也是一般 比如说什么青椒 黄椒啦 小黄瓜啦 都可以 还有红萝卜啦 那高丽菜他们是属于可以生吃的吗 高丽菜是像那个 在那个吃那个什么 通卡住那个 哦哦对 他们不是说有 这高丽菜是不是是生的吗 对对对生的 但是我在家里我都是会洗一洗 就是这样 然后那但是你会烫过吗 高丽菜我会烫过 会烫过 高丽菜我会烫过 但是我早上 不太一定吃高丽菜了 因为很多可以吃的嘛 对 可以生吃的 闻到那个彩椒可以 对 因为生吃的原因是因为 它的维生素是完整的 嗯嗯嗯 那但是像疫情的这段时候 我多半也是会去烫一烫 对 可是以前没有疫情的时候 黎妈你都是吃鲜的 生鲜的 生鲜的 对不对 对 但是我像我最近也有开始 又吃一点生的 嗯 然后就是说我是会去买那个 就是不需要洗的 只要洗你手的 嗯 不需要洗菜的 有点像温室栽培的那种 就是像就是它一盒一盒的 嗯嗯 就是说你拿回来就可以吃的嘛 就不用再洗了 它是非常 那非常方便 非常方便 非常方便 你不用去怕农药啊 对对对对 那黎妈你的量多少 就是完全看你自己 随性吗 随性看你自己嘛 你如果今天胃口好 你多吃点也可以 对不对 就这样 那我们的二叔也了解 那水果呢 最好当令嘛 水果就当最好当令嘛 嗯 那你有不吃的水果嘛 看你喜不喜欢吃的问题 哦 所以你就挑喜欢的 我也是就是 都可以 对对对 其实就是说你 种类多一点嘛 就是今天吃这个 明天吃这个 对不对 那你会固定吃一份 一份 水果一份吗 就看大小嘛 哦 随意 随意啦 随意啦 因为每个都不同嘛 比如一个梨子很大 是啊 那有时候我也会 就把它一个梨子就吃掉了 也可能 哦 那我尝到你家 把你水果吃掉了 哦 没问题 我每次都买很多 哦 OK 所以这个 哦 对 就也是 哦 一果了 一果 二叔一果 饭 饭就是 因为很多人就说 我又早上怎么可能吃这么多呢 我又吃了地瓜 我也是淀粉 我又要再吃白饭 就是你吃你的胃口 可以融得下的嘛 对不对 就是照你自己的胃口吃嘛 但是黎妈你到现在都那个你配的东西没有调味耶 我完全不调味 早上吃东西我几乎不调味的 哇 其实这个才是艰难之处耶 对 也没有配个豆腐乳之类的 但是也没有 也没有那么紧张啦 像有的时候我也会 我如果这个这个去买那个生菜的时候 他有时候会附带给我一个那个 酱 酱嘛 那我就也用 也就有时候放一点这样子 对对 所以我都是自己 但是你你这样慢 因为我知道进食速度是优雅的慢的哦 慢慢吃 也不是 其实也不是说我 我就是因为又看报又这个又 又又看电视又搞的 又看烂又还要传给人家 所以常常搞的 其实应该快一点把它吃掉 对对 就这样拖过了12点 对对对 但是你还是吃完 对 还是把它吃完 对 所以我早上其实是 真的要把我全套做做的花式 真的是要花蛮多时间的 很久耶 对因为我 起来之后我 其实我有一阵 我就说先含一口那个什么 油 油 油树 对对对对 还有比如说就是 苦茶油 不是苦茶油 我会含那个 芝麻油还是什么 我会含那个叫什么 芝麻油 这是低温的 冷压的 冷压的芝麻油 那我就含了嘴巴 然后含一阵嘛 然后整一下漱口一样的 然后现在我就很懒 常常不做这个事情了 对因为它是油树 都是在你还没有刷牙前 是不是 对对对对 就要先含一口油 对对对对 再吐掉嘛 对对对对对 吐掉 要吐掉对 吐掉对对对 那里嘛 有一个哦 就是说你后来这个有点麻烦的 但是能够做是最好啦 油树嘛对 冷压哦 不是那個上火的麻油黑麻油 就是冷壓的麻油 然後你的飯 有一陣子你還會特別 比方說那個白飯對不對 你還會加一顆番茄跟薑末 我有的時候就是 比如說我每個地方都會買幾顆番茄 對番茄 那我不見識每天都吃番茄飯 但是我偶然就會吃番茄飯 大概吃個三四次 那個番茄飯很好吃 很好吃 怎麼做可以教導一下 非常簡單 白飯 白飯你反正煮得熱一熱嘛 對不對 然後你番茄 番茄你也是 我就是把它洗乾淨嘛 洗乾淨之後 然後就把它去皮嘛 去皮的時候 我通常就是在水裡面稍微煮一下 燙 燙一燙 然後把它去皮 然後去皮之後 就用那個條根把它弄碎一點嘛 弄小一點 軟軟 然後放上面 然後我就自己再切 那個薑跟蒜 薑跟蒜把它切小 薑是什麼薑 老薑也可以啊 新薑也都可以 都可以 薑末 薑末 我也沒有切那麼細了 你知道 就是反正就把它切了 就是一小撮 一小撮 一小撮這個薑跟蒜 蒜頭 蒜頭 蒜頭把它也是把它切 把它沾小一點 蒜末 對 也沒有那麼末了 隨意了 隨意 然後然後我就會 我就會可以加 比如說你可以加各種可以生吃的油嘛 對 那我通常會吃亞麻仁油 亞麻仁油 因為或者你可以這個叫什麼 普通那個叫什麼 那個橄欖油也可以嘛 橄欖油 對 橄欖油也可以 因為養麻仁 因為平常我們比較不常吃嘛 是啊 我就吃 然後呢 我會 有的時候我會加一點點醬油調味 因為 因為這個 我們習慣吃醬油的人嘛 對 所以 要調味 但是你知道嗎 李馬 我跟你講有一天啊 你的那個 就是待會我要講一個 就是說我們這個 說來複雜 又不複雜 說來清淡 又很有滋味的早餐 包括那個飯對不對 白飯對不對 很多人已經失去了 對白飯的了解跟興趣了 可是你這個番茄 再加蒜末跟亞麻仁油 對不對 再加一點蒜末 再加末跟番茄 熱番茄嘛 對 感覺這簡直是一個美食耶 對呀 像我女兒每次來 她就覺得好吃 她就覺得超好吃的 對 好 待會兒回來 好 因為我希望黎媽呢 在這個113年以後呢 三不五時呢 就要來教我們一下 就是說 天地孕育的奇人啊 就風華絕代柔媽 她是怎麼樣養生的 剛剛講的 就是說 其實這個大家 先慢慢來 不要一次就覺得說 量都要那麼多 你一定要吃得下 對不對 你才會覺得好吃 才會習慣嘛 那我覺得精彩 是在後面的兩餐 這一餐是顧打底用的 就是保持你的站立 接下來這兩餐 實在太美 我跟你講 我念一個人的晚餐 黎媽吃什麼 大家就昏倒了 今日晚餐 炎烤战斧猪排配生蒜 攪白筍炒蛋 汆燙地瓜葉 配神油 就是她認為很好吃 煎魚醬油 然後大蒜白飯 一個人 再來一個午餐 蒸海鯉魚 炒蛋 番茄炒蛋 會剝皮辣椒 小麥豆皮 白菜花 哇 這些都是功夫菜 沒有沒有 都是非常簡單 我們先講 因為你的魚跟肉 我覺得你的蛋白質很夠 我們光講戰斧猪排 這個太經典了 一定要講戰斧猪排 多好吃啊 你媽怎麼做 戰斧猪排 其實我真的是 沒有什麼技術的 就是戰斧猪排 我就是因為戰斧猪排很大嘛 所以就拿一個比較大的烤箱可以放得進去的 我因為就是平常我都是有個小烤箱而已 對 但是你媽講強調 她是戰斧 因為現在外面不是有很多西菜館都有戰斧猪排嘛 對 你買了 你請肉店送來嘛 那時候 對 反正我有這個戰斧猪排 我會買一個戰斧猪排 然後 我真的很簡單 就是我就是撒鹽再上去嘛 抹一抹鹽嘛 那要不要放油 就是你的烤盤要不要放油 我會放一點油 那你這個 因為你媽你的油的種類其實蠻多的 你像你亞麻人油 你是吃冷鴨 对不对 拌飯嘛 不熱 对 那你戰斧猪排會放什麼油 最好是放豬油了 但是問題是因為很多人好像覺得豬油不好 其實豬油是最好的 那你會 那你的戰斧猪排已經有豬油了 對 所以戰斧猪排其實旁邊很多都是有油的 對 所以你也 你如果用小一點的火 其實也不用 太多 放一點點油 我也沒有那麼烤酒 我有的時候也是 因為豬油的時候還要自己去弄一弄嘛 對 我就有時候就是什麼油都可以 狸媽有兩個神器 一個就電鍋 大同電鍋 蒸魚用的 我有兩個電鍋 一個燒飯 他有兩個電鍋 而且兩個十人份的 兩個十人份 為什麼要大電鍋好用 因為可以蒸東西 對 可以蒸東西 所以其實電鍋要大 因為不是只煮飯 對 它蒸魚 尤其我現在 蒸魚都是 雖然我們家也有那個大的這種 蒸籠 蒸籠 但是我太麻煩了用這個 所以我都是用電鍋蒸 所以我每次去叫市場送魚給我 我就說 我是用電鍋蒸的 所以你不要給我很大的魚 如果魚大一點 你要給我切一半 對 就是可以放在盤子內夾起來 對 對 好 那你的烤箱 要問一下 就是像你的戰斧豬排 對不對 解凍厚 那你要預熱烤箱嗎 要 我預熱一下 預熱一下 那你大概都會烤 因為豬排 其實戰斧豬排滿厚的 對 那你怎麼讓知道 它要不要過熟 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 因為我就是 我的那個小烤箱 對 那個其實很好用 我那個小烤箱開了就是 它可能有的時候就三十分鐘嘛 對 那我就讓它烤三十分鐘 幾度呢 你會知道嗎 幾度我就是看一看 如果我通常就是我也無所謂 就兩百多度 兩百多度 對 那你要不要去翻 我都不翻的 連翻牌都不翻 因為就簡單嘛 我一個人吃反正也沒有那麼 所以那個油它的剛烤 因為戰斧蠻大的對不對 你這樣烤三十分鐘它會熟對不對 會熟 但你要中間也許你去看看 譬如它有時候三十分鐘 它譬如想了之後你就看一看 如果還有點 看你要吃多熟嘛 是啊 譬如有一點粉紅 你如果覺得太深的話 你就再烤一下 或者再燜一下 再燜一下對不對 所以其實你也沒有一直去看它 要很麻煩 很麻煩 因為我也不是那麼會燒菜 我也從來沒有去管它 反正照這個時間 那你媽你那個戰斧豬排 對不對 這是你的主食了 就是它是one of我的主食 某一樣主食 某一樣 某一樣 聽到了嗎 某一樣 所以為什麼我喜歡吃它家吃飯 而且你媽每次的量都不是小 那個鮭魚就是很大片 也是很厚的鮭魚 對 那不是那種日式定食鮭魚喔 對 它是德州式的鮭魚喔 所以你媽的肉很多 大家一定很想 我就是很愛去 就是因為量很大 然後你媽你的那個戰斧豬排 你一次可以吃完嗎 當然 哇 那你為什麼那麼重 三材 而且消化很好 那個肉要好 我覺得肉要好對不對 對 那還配那個角白筍炒蛋 這個就是看你有什麼素菜 是當令的 那如果你不知道怎麼燒 你就看看網路上嘛 哦 網路上都會 你可以講一下 因為你其實蛋會先炒好 才放角白筍 我都忘吧 對啊 我那時候就看說你的每道工序都好 其實角白筍 像那個 像我女兒喜歡吃角白筍 就是 切片 切片 然後用蔥炒就好了 青草 青草 完全青草 然後你還會 而且他不要我切絲要切片 對 切絲不過癮 不過癮 吃不到那個美人腿的感覺 對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你有時候會把一些肉做好 成為一種配料 搭配好 你就會一份一份的放好 肉末 肉末 有點像肉燥類的東西 對 就是偶然我會如果說 買一點那個 來我就先炒好 絞肉 先炒好 炒好了之後就放這邊 然後 如果譬如說我有 譬如說有這個什麼 你上次不是有弄四季豆 四季豆也可以 對 炒肉末 還有那個什麼 糯米椒也可以 糯米椒 對 還有像那個 糯米椒超好吃 還有像那個什麼 糯米椒炒肉末 秋葵也可以 秋葵 對 很多東西都可以啊 其實 因為那個 有些青菜你可能不會嘗試 可是配上那個肉末就超好吃 例如糯米椒跟秋葵 對 配上你的那個肉末 對不對 你已經浴炒好了 就非常搭 不過就是說我通常就說 我一個人嘛 所以我就吃的東西 我就是一頓飯 我只吃一種蛋白質嘛 最多加個蛋啦 對 但是我不會說 又吃豬肉 又吃牛肉 又吃什麼肉這樣子 對 所以我就說 你的蛋白質的量是夠的 可是你不是混著 不 盡量不混 就我一個簡單就不需要混了 對 那你有時候出去跟朋友吃飯 你有時候就會混了 因為和菜嘛 對 桌菜比較多 那你自己吃的時候 比方說那個蛋白質的主食 就是一個份量很夠的 對 例如魚 好 我們再講到魚了 你很愛蒸那個 清蒸 對 我都是清蒸魚 因為以前我會煎 但是煎魚太麻煩了 上次偶然 我女兒回來煎了一個魚 就把我的手就 就煎 就把他燙到了 等一下回來看怎麼蒸魚 不能幹的 好 我們剛才只是講了 就是說 黎媽在這個一個人的日子 過得有聲有色 其實是因為很有滋味 所以我覺得有些 我們要講說 或許你現在也是一個人住 當然你不一定 每餐都有人陪你吃飯 但是我覺得絕對不可以 隨便吃 我們現在已經知道 黎媽吃得多不隨便了 這已經是有一點西餐廳等級 為什麼我要這樣子講 因為我覺得有很多人的 蛋白質攝取是不夠的 或者太混雜了 像黎媽早餐 已經吃了完整的一個基本盤 就是養生餐 接著呢 午餐晚餐呢 像我再講一個主餐 像剛才我們吃的是戰斧豬排 那黎媽你說不要烤太久 就不柴嘛 對 然後你只加鹽 對 對不對 什麼鹽 你可以加 比如說有一種 胡椒鹽 胡椒鹽也可以 胡椒鹽 對 那有一次我也不一定加胡椒 反正鹽也 那你是烤的時候加 還是吃的時候才加 喔 我是先加好了 再就烤的 喔 這個要講喔 我要幫大家問一下 但是你要普通這樣 牛排他們都是烤完再加 烤完才加 對不對 那黎媽牛排也是這樣做的 對對 這個沒有 這自己決定了 來 電鍋要出籠了 針魚 針魚 今日晚餐 黎媽給我的菜單 蒸海梨 海梨魚 番茄炒蛋 然後會剥皮辣椒 加小麥豆皮 就是豆皮啦 一般的豆皮 然後再白花菜 炒白花菜還是燙 白花菜 我通常是先燙一燙 然後再來炒 哇 這個講究的就要講嘛 我就覺得你家的花菜 沒有生味 這個就是重點了 青花菜你也是這樣做嗎 因為有幾種生蔬菜 最好是先去燙一燙 再再來做 它的那個青菜味 草味會不見 對不對 有些就是 我是看 我有時候就看那個 這個YouTube上面 或者什麼 所以你的白花菜是先燙過 有些像白花菜 有時間我一定會先燙過 然後黎媽洗菜很仔細 需要洗的菜 它簡直像 我覺得感覺 一片一片葉子洗的 不是 感覺像掏金 到底要滾幾遍 其實清潔工作這個很重要 基本上呢 我就說 因為一個人吃飯 很容易就容易就是亂吃嘛 或者說 那我就是 隨便吃 我就說不行了 我就盡量變成什麼 就是二叔一婚 有 原則上 原則上就是二叔一婚 那你剛剛那個剝皮辣椒是 炒豆皮嗎 這都隨便 到時候你看你有什麼東西嘛 就是看你想吃什麼 我都是很簡單的菜 那你蒸魚可以教我們了 蒸魚是最簡單了 開始 好我們魚來了 你是有刺的魚還是魚排 都有 有的是一條嘛 對 然後有的是就是像魚排 好那因為我在黎媽家吃過好幾次 那個烤厚片鮭魚實在太過癮了 那一片真的叫戰斧鮭魚 那也是用烤的對不對 就烤 非常好吃 那我們今天講的是蒸的 因為大家家裡都有電鍋 對不過我鮭魚我通常也是烤的比較多一點 對烤的比較多 那有些魚是可以蒸的吃 是啊 那蒸的魚也很簡單 我就切一點薑片 薑片 墊在底下 切一點蔥 這樣墊在底下 對不對 然後魚我就抹一點鹽 鹽對不對 抹一點鹽 抹一點鹽 然後就去蒸了嘛 對不對 那蒸的時候我就放大概那種 煎魚醬油的 我放 有的時候我就忘了就這樣煎了 有的時候記得起來就去放一點煎魚醬油 那現在台灣也有出煎魚醬油嘛 對 我就倒一點煎 或者用破布子也可以 也可以 然後就 可是其實你都那個魚其實是很好的蛋白質 對 你會常吃 因為我現在都是從那個就是 我有的時候也會去這個超市買那個冰凍的魚 但是像現在我會在這個傳統市場 我就叫他送給我就好了 對啊 他有好的魚的時候我就叫他送給我就這樣 也就是說當然啊 黎媽要有這樣的那個空間跟時間啊 你才可以 就是要有 好 你總是要公寓散騎 是必先立騎 起碼就是你還是要有一個很不錯的廚房 我本來叫黎媽說你要不要把你家五星級的廚房拍給我們看 黎媽說不行 沒有 這個廚房不行 其實為什麼我要講 而且也是已經很多年了也不是很新的 很新 好 那黎媽 這個這樣子的 你會很注重自己的吃的每一餐 對不對 其實真的是很不隨便 而且不太吃加工食品 比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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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也會啦 人總是有殘的時候嘛 對不對 也會吃 餛飩 餛飩餃子 餛飩餃子還是會 對 但是比較少吃零食 零食 除了酸梅以外 酸梅是因為我有時候吃中藥 我就吃一點酸梅啊 大份的零食是很少的 比較少 比較少 所以你三餐吃的夠飽 夠營養 對 對不對 好我們今天因為開國嘛 我們希望給大家有生有色 然後那個非常飽足的一年的開始 才會有元氣有精力 所以黎媽今天只是1月1號 好我們的 我心目中的賈桂林 賈桂林 我們心目中的風之錯約的 風華絕代的黎媽 待會呢 以後希望你要常常來跟我們分享 因為我們還沒有講完 就是你在這兩餐中間你的 看著戲 你念著書 然後你看著雜誌 這個往後都來 我們先填飽肚子 感謝黎媽 謝謝 謝謝 我喜歡 有 感谢观看